那么在刚刚过去的美国独立日假期 光是芝加哥市就发生了多起枪支暴力事件 超过100人遭到枪击 其中有19人死亡 芝加哥市长以及警察局长 在当地的时间8号召开发布会 对于芝加哥非法枪支泛滥 深感担忧 对于芝加哥在独立日的四天假期 平民发生枪击案 并且造成大量伤亡 芝加哥市长约翰逊和警察局局长斯内林 在发布会上 对非法枪支问题导致担忧 约翰逊强调 会确保所有市民和游客的安全 芝加哥警察局局长斯内林又认为 有些人对无助的孩子以及手无寸田的母亲 开枪后 心态上还认为这没关系 斯内林强调 这些人应该被绳之于法 芝加哥南区在独立日当天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两名妇女和一名八岁男孩死亡 另外两名儿童也受重伤 另外 芝加哥一个意大利裔社区 五日有两人开始争执 其后发生枪击 造成八人受伤 数据显示 今年独立日假期期间 芝加哥市枪支暴力事件较去年增长了约27%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地时间八日晚间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美国共发生280起三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导致8800多人死亡 近1.7万人受伤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